然後底下不改按確定 再來的話按一個建立 先選位置 再按建立 這個時候他就幫我建立一個 全新的資料庫了 第二個步驟的話呢 再來賄賂什麼呢 賄賂 在這個地方 請各位選擇的是 外部資料 就是 建立之後的話 那外部資料 外部資料我們要從Excel裡面賄賂 所以請各位最簡單的方法 直接找Excel 不然的話你要建立 要把這個 SS搞 就是了解透徹不容易 反正你就知道 建立一個問題一的資料庫 二 外部資料的 地方找到Excel 然後Excel的部分呢 瀏覽一下 我們也是放在桌 我是放桌面上的 Q1 Q50 50的 裡面找到問題 問題1在這裡 問題1 OK好 按一個開啟 下一步按確定 找到之後的話 他問你第1列是不是藍名 沒錯 就是我們的藍名 按下一步 他問你說這些要不要更改 我賄賂的是這個編號 取消一下 我再一次 我賄賂的 剛剛是沒有改過的 我賄賂這一個 OK然後賄賂 這邊有編號的 然後 下一步 第1個 第1欄是 欄名是 然後 第1個這個文字 其他的話 我看你用預設就好了 這邊就用預設按下一步 要不要加主所以 不要主所以 下一步 那 賄賂的資料表名稱 也叫問題 反正我們的資料庫名稱 跟資料表名稱 都叫做問題1 OK 好 這個時候 各位可以發現 按關閉 就會多出一個問題的資料表 一個資料庫裡面已經建立了一個資料表 資料庫資料表 裡面 就會有很多欄位 就有 總共有6個欄位有沒有 所以資料庫 資料表 欄位 他的階層大概是這樣子 那裡面的話資料就進來了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後面要做的是怎麼樣 第一個 一個單筆 一筆資料可不可以寫進來 第二個 全部賄賂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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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